近期杭州动物园有只熊火了 因为其网络上站立与游客互动的视频被称为人里人气 传遍了网络和社交平台 使得杭州动物园人气暴增 接着来到了杭州动物园熊山实地探访 只见熊山处聚集了大量参访的游客 熊只要一出来活动 大家就纷纷拿出手机和相机拍摄 还有许多人主动与熊互动 吸引其站起来 挺好玩的 小孩子非要来看 他就比较喜欢看动物 每个都看了一遍 今天带来都看了一遍 对对对 今天这个熊站就是待了多久 待了二十多分钟了 挺好的 今天他没有站起来 一直在等他没有站起来 网上不是说这个熊比较火吗 然后准备来踩几个井 四十分钟左右吧 直接绕了一圈就找这个 后来看到网友都在打卡说是真的 然后想来看看是不是真的会站起来 对所以今天就是来求证 前面确实看到了 拍了几张 但还没有拍到那个站起来的那种瞬间 对再等待 记者随即采访了航中动物园相关负责人 副园长江志告诉记者 熊肯定是真熊 但不是视频中所说的黑熊 而是马来熊 马来熊是熊科里面体型最小的熊 它活动量大 而且善于站立 他强调高温下人扮演熊 没人受得了 况且熊区里有两头熊一起生活 首先 这只笋 是一只真的笋 第二个 不是视频中说的 黑笋 是一只 国家一级中的保护栋 马来熊 这个四十度高温下 人也吃不下这样扮 第二个 我们那个马来熊的区域里面 还有一头马来熊 两头熊 一起在外进行展示的 江志表示 据他们统计 这只熊走红后来熊山参观的人数 大约增加了三成 为了防止熊中暑 远方在熊区水池放了足够的水 供他们吸气降温 食物上也增加了许多瓜果 如西瓜 梨 苹果等 最后他们欢迎市民游客 来动物园参观指导 监督他们的工作 游客 他拍的那个视频 然后跟那些语言 确实能够引起大家的 就是那种娱乐的心情 第二个就是周图笋 从背后 他站起来从背后看 因为他的那个身高 跟我们一个成年人 也有点类似 所以他容易造成误解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应对 也就是很快向大家说明真实的情况 接下来在熊区 熊的展示区 增加更多的更多的科普展示牌 向广大的来源的游客 进行展示 准备知识 也欢迎广大的市民和游客 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欠缺 提出批评和指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根本身是人